你象征的我们的全新出发 国家建设蓝图的规划 可以说是由未来的郑立军副院长 所率领的很多杰出的学界朋友 跟食物界的伙伴们一起打造出来的 其实我是在廉价本来要带着孩子出游的时候 接到未来卓院长的电话 卓院长说你参与政策的规划 如果能够一起来落实 我想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想他也打动我本来爱好自由的个性 第二军事也百合世代 北朝会立委文化部长 又是六千多国政国本的调治人 第一次来公明大国现任的政务委员 金明显出现行政彼宿 和这种情 卓总统接近的这八年一直是几位三级政策的核心进步 另外行政发言人是找北朝会三级 在中处议官的丹世界 未来的卓院长特别提到 就是说我可能可以帮忙的地方 尤其在财经的部分 那我会做好这样工作 未来卓院长他过去的发言 大家都知道 非常的厉害 所以我其实压力有点大 突然说是说 团队前政府已经确定 正立委老四方 会接天下第一大部 内政部 共同部长内政由 现任行政医比书长 立民间专人 现任台南市建口会主委 担守主 会来做主计长 会委会主委官票令 确定留任 进行方向的国安人数 包括国防部长 国立兵 国安会比书长 国安局长出民间 总统府比书长是 赴民安 内政部长 任有充 接民进党比书长 那是杰文参加丁家庭 能够有机会 所有还没有定案的人士 现在容我无法一一的 向各位来做说明 但是我们会努力的 朝民主大联盟的方向 去做努力 还有四十天 网站府就要向台 杜立国 冠军报告人数 迎接转身的条件 并且新闻组合报道